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世界APP设计的课程 我们 打开我们上一节课的PSD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进行注册登录这一套流程的设计 打开PSD 一般我们在软件里面 APP里面我们的注册和登录通常来讲是在引导页去开始的 因为你刚打开这个应用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注册的 所以我们点击一下引导页 然后通过拷费新建智能对象 我们把它移动到这边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名称 然后在这个时候 通常我们打开软件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注册登录 这样的一个提示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原型 在这个上面的上面 我们强化的是让你注册 可能就是这个软件 是大家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然后或者说是一个刚出来的一个应用 所以会强调大家去注册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去绘制一个icon 绘制一个按钮 不是icon 然后放在这 去中一下 然后颜色最好还是用白色 因为黑色在这个界面实在是太脏了 那我们在上面写上一个注册 放大一点 把这个地方的注册的大小字体 可能我设置到36 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去装一下 然后现在这个注册呢 我们 看起来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 不清楚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注册的这个字体颜色 加强一点 文字的可能还是要再大一点 然后我们复制一个到下面来 然后这个是登录 那我们登录呢 肯定是不能和注册是一个强度 那么登录肯定要弱一点 那我们把登录呢 文字呢稍微弱化一点 然后把这个按钮呢 不透明度呢 调高一点 可能调到70% 或者60% 70吧 然后把它稍微往下再挪一点 然后注册呢 注册呢也要稍微往下挪一点 这样呢 我们在单手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按钮会比较好 好 好使用一点 然后我觉得整个这个 放到 放到很中间的位置呢 稍微有点紧张 我们把整个按钮的往外拉大一点 这样的会舒服一点 我们把 大小设置一下 再聚中一下 然后这个登录呢 这个颜色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 看见不太清楚 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稍微调低一点 这个地方我们 我们看了一下 其实 其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 不要用白色 其实感觉也还是可以 我们把它调成这样的一个 橙色之后 我们把这个文字呢 设置成白色 这样的话呢 其实 我们缩小一下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远远看去 第一眼呢 是注册 然后这个登录呢 会稍微弱一点 同时呢 他跟整个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引导页 也是 比较搭的 刚刚的那个灰色的那个版本呢 看起来就是不太协调 我们保存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注册登录的一个最初始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把它 复制一下 通过拷贝新建出来 然后这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是点注册的话呢 就会来到一个注册的一个 一的一个界面 然后这个界面开始呢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顶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引导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我这里呢 可能还是把这个一个删掉 我们要从 从这个 设置界面 我们从设置界面复制一个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 改一下名字 叫注册1 然后双击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改成 我们的注册 然后注册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返回的 所以返回的话 我们在这个界面里面 我们找一下 我们这个聊天界面里面是有返回的 我们直接把这个返回复制过来 然后放到这边 然后下面这些图标的都不需要 我们把它全部都删掉 然后这个退出登录呢 我认为这个按钮啊 其实我们这样放的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以后可以复用 所以我们把这个退出按钮 这个按钮呢保留下来 我们把它改成下一步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往上挪 挪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几个字呢 都给删掉 把这个清除款式也删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比如说我们通常我们会教他说 输入 手机号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 让他去输入手机号 然后这个字呢 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强 我们再给他弱化一点 然后这根线呢 现在 现在这个线呢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分割线 我们需要给他一个 感觉是输入的地方 所以这个线的粗细呢 可能我们就肯定要粗一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让他跟按钮的两侧去中 对齐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地方输入手机号 然后注册的地方如果 贴心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注册这个地方的加上一个 当前的一个部署 好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这边就有注册的第1步 我们点击注册 然后复制一个出来 这是我们注册的第2步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地方改成2-3 保存一下 那两步 然后再我们再复制一个第3步出来 然后最后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是说 一个 下一步了 就是完成 这样的一个 一个按钮 那 点击一下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 回来呢 再看一下我们的原型 这个地方是一个 完成注册 然后除了注册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 登录的界面 我们去把登录的也 完善一下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双击进去 登录是没有这个布 布折的 啊 然后登录的话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手机号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密码 那也就是说我们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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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手机号密码 他这个地方是没有那个 没有这个什么账号 账号这个东西的 我们也可以简单一点 登录的地方呢 可能大家都已经有账号了 所以不用 反复的说的那么复杂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点 登录 然后我们这个界面的可能还需要一个 这里有一个忘记密码 但是这个忘记密码写在这个密码旁边的实际上是比较碍眼的 因为毕竟忘记密码不是你频繁需要 频繁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 忘记密码 然后我们 建议呢可以放在登录的右下角 这种地方 这样的你既是既可以看到它 同时呢 同时呢你也不会说 放在这个地方很 很烦很碍事 保存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把 这个注册的流程 然后包括登录 都已经 设置进去了 然后我们这一讲的这个 注册登录这 这套流程的就基本上是完成了 那从 下一讲开始呢 我们就要对 我们现有的 整个的这一套 所有的这个图的一个设计的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 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的框架和结构都有了 但是呢我们细节还有很多非常不完善的 那整体来说我们目前的这一套设计的还不能算是 一套 完整的或者说一套拿得出手的设计 那从下 后面一节课呢我们会 把整个这套设计呢 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包装 然后让它看起来的像是一个优秀的设计 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